都是都做了连结 我们也透过新闻来看看 摊开钱包一堆信用卡 不只要烦恼拿哪一张卡出来刷 店员还要核对身份才能使用 以后不用再这么麻烦 因为苹果在台北时间 10号凌晨的发表会上 推出行动支付Apple Pay 把信用卡内建在手机里 透过Touch ID就可以轻松付款 你的 total is 2378 That's it That's it 苹果执行长库克在发表会上 兴奋地展示苹果行动支付的创举 民众只要是拿iPhone 6或iPhone 6 Plus 透过首度内建NFC功能就可以付费 系统分别支援信用卡 集点卡或会员卡等卡片 费用由用户登录在苹果账户的信用卡支付 不用再带肥厚的钱包出门 相较之下 谷歌阵营目前则必须另外跟单一银行 甚至特定的电信业者 申请支援NFC的SIM卡或是Micro SD卡 才能使用支付功能 Apple Pay将在今年10月开始在美国实施 目前已经和Subway 麦当劳 迪士尼等22万个实体据点 以及商家App合作 未来在台湾等到12月份 金流信任服务管理平台上线后 无论是苹果或是飞瓶阵营 就能使用行动支付的功能 很方便 对对 就是以后就可以用手机来买 直接买东西这样 难免会有疑虑 苹果针对民众疑虑的部分 也做出适当的设计 当手机遗失时 使用者可以使用Find my iPhone功能 远端抹出手机上所有资料 或锁上手机让他人无法进行消费 同时也不用挂失个人信用卡 现金卡或是重办卡片 用户不需要通过无线传输 银行卡账号 信用卡卡号或是密码等重要信息 令牌技术生成的安全码比较复杂 就算遭到恶意第三方拦截 也无法伪造 让NFC行动支付更安全 避免再度上演日前iCloud的自然问题 记者杨宝生林秋强台北报导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世界教我們要成為領導者 卻忘了教我們 怎麼把世界變好 那就成為一種改變吧 用熱情調和勇氣 把冷漠變成滑水 Let's live 勢在改變 勢高力達 什麼是最好的學習 Mina Go Go 最好的學習 就是在學習的當下 產生興趣 到佳音體驗故事屋 或數位互動教學 就送單字記憶魔法列車 發現獨特性 創造影響力 佳音英語 其實你很有魅力 其實你不知道而已 你不可能天真地以為別人什麼都不知道 我到底都做了什麼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害羞的教授 我不會讓任何人回到這個家 每個人都在逃 我最拍手狂歌 舉杯邀躍 今年中秋就喝金牌獎的好酒 金門皇家58度高粱酒 8點到10點 非凡主持現場 青春霸道 Clean法Bear 花起聚12匹馬力 獨家可哲式後照鏡 深V型定位燈 汽車級超亮頭燈 超過九成車主 推薦Z1 森陽SYM Z1新色上場 逃禮二選一 走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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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東 立東 青春霸道 立東 霸佑 終於 肌膚有了更好的選擇 雅詩蘭黛 微分子基底原生路 層層滲透 直達基底 肌膚均潤 透亮 雙天后聯手 倍速年輕 雅詩蘭黛 TriVago幫您用好康價格找住宿 你只需要輸入目的地 TriVago立即比较超過150個網站的即時價格 TriVago用最划算的價格找到你最理想的住宿 饭店 TriVago 好 回到節目的現場 那剛剛特別提到了 台股應該在這裡收斂三角形 也就是第二支腳筋 儼然成形 對 但如果國際股市又不靈光 我們會各方拒絡嗎 因為這個錯綜複雜 大家的高低都不一樣 是的 所以如果回到最後的現實 就是你要買到這個秋後 不是秋後算帳 秋後也可以算帳 不能買到秋收的 要買到秋後 它才要表現的 我們在修那個中秋變盤的那一張 那一張圖為什麼 事實上中秋變盤有那麼重要 不是 就是第一張 有圈圈的那一張 圈圈的那一張 它這個來告訴你 中秋你要做的一個動作 就是這個要賣 這一種型的要賣 這一種要賣 換成什麼 這一種的要買 這樣投資者應該就清楚了 這個是買點 對不對 這個 處境在這裡的 在這裡的你這樣看就知道 這一種在抵擋的 這一種回檔的 這一種在底部的 這一種在第二直角擴底的 這一種你買了以後 往後的中長線 你都會獲利 對不對 你買到這個 不是說它 至少未來第四季 這個 這個都是很痛的 這個叫做春宮下緣秋收 這個都是腰斬的 所以我們已經在中秋節前 有體會到一些股票 就是這樣漸漸的 那個生技股啊 這樣下來的時候 你就知道 也沒有跌很久 一兩個月 你就清加蕩產 有沒有 連跌21 只停板 400多就剩下100了 就是這樣的意思 所以你在 現在這一種股票都在 但是我這樣說 大部分是這一種比較多 這一種比較少 所以這是選股策略 所以你挑什麼 這個叫做長線低基期 確定轉折向上的 有兩種 一種是在長線的底部區 在這裡的 一種呢 是底部已經確立了 回撤 這個叫做中段整理的 同樣這樣 這樣各位清楚了 有一種是底部區的 這一種是可以長期投資的 一種是我底部已經完成 我現在拉回 回撤頸線完成 以後要達到 測量滿足點的 應該如果以這樣來講 是這個跟這個是現階段 你做投資組合的關鍵 好 我舉 我們回到我們那個個股 我說現在在底部區的 我們現在都在講Apple 講了以後發現 這個Apple好像也沒有盡如人意 也沒有讓令人驚奇 好 如果是蘋果概念股沒有那麼強 那揮平的就有一點機會 我看 各位知道這個就是底部區 夠低吧 這個絕對不 這個中秋變盤一定是 沒有選擇 只能往上變 它還有往下的嗎 因為它過去三年已經是這樣 那你看到了 這個轉折沒問題 我們不再贅述了 好 我們看下一檔 這個是宏達電 你看這個是太陽能 我就舉 這個冒底為例 你看看 這是第一隻腳 這不是第二隻腳嗎 第二 它今年 是從今年最高63塊是在一月份 它不是一路跌 從元旦跌到中秋 碰到這個叫做Ax線支撐 21.55轉折 中秋21 最主要是21了 轉折向上 我舉一個 因為所有的太陽能都是這樣 今天太陽能有跌嗎 今天跌77點 太陽能普遍是穩在那邊的 為什麼不賣 沒有了 因為什麼 它是底部區的 好 那這個就是 你適合長期投資 但是呢 就是你逢低接 接了以後就等 時間對你有利 你正在時間有益發 你可以等半年 等一年 甚至我們說未來的長線 我們甚至最長 可以到105年的4月 好 那下一個轉折 就是10月份有一個 這個大概10月份 轉折都過了 就是明年3月一個 明年8月一個 後年的4月 這個都可以 就是我是考慮到後面一兩年 可以長期投資的 就這一種 好 那這個 就覺得緩不計及 好 我們現在最近有些熱門的 現在熱門股不多 我們再擠 好 這個是什麼 這 今天很強嘛 金寶 我們早就講過 不是今天 金寶不是講過 這是什麼 長線大WD 最主要是這樣 這個叫做過頸線回撤 但是重點是21個月轉折 向上 有沒有 它現在上 現在大盤沒有上啊 你看就上去 好 這個是頸線在這裡 它現在的位置比較高一點 但是它是轉折向上 沒問題 好 我們看下一檔 這個昨天很強 今天稍微整理 滑通 對不對 它這個頸線在哪裡 在這裡 它不是金寶在這裡 滑通就更低一點 更低一點 重點是21個月轉折要向上 21個月轉折 這個關鍵都在這裡 好 我們再再來 今天Apple 我們看到Apple重點不在硬體了 剛剛這個 這個 斌雨先把整個 重點是它的軟體啊 是不是 硬體就是如此了嘛 對 你也是這麼硬 我也這麼硬 對 關鍵是那個軟體啊 那個軟體才是真正難處 那Apple帶領就是 就帶動你 你會發現 它裡面賣的是什麼 是軟體 未來的 這個支付的 這一些 所以這個叫做 我們張董事長 物聯網 對 是不是物聯網 還可以連起來啊 對 所以我就去 物聯網裡面挑 哪些符合我們的標準 這個是2345字邦 物聯網 字邦是物聯網沒錯嘛 所以代表什麼 未來真正有空間的就是 就是網通族群裡面 結合這個未來的什麼 什麼地方 三方之戶啦 什麼物聯網啦 這一些的 但是它的機器 我們講這個要講 它的錦線在這裡 我說金寶在這裡 華通在這裡 它就更低了 那問題它 你看它 最主要是它的轉折漂亮 你看會那麼巧嗎 七月份的轉折是前低的8 更前低的21 歐債危機的34 這個是起漲點的21 它有三個轉折 如果你還嫌不夠 這一邊是55 這一邊還有一個89 我猜一猜 奇怪 這一種網通物聯網的 它完全符合技術性 又符合Apple這個 我們講的叫做新潮流 就值得留意 那這個是我講的 各位這樣聽我舉無論 它分兩個 一個是在底部 可以長期投資的 一個是過去這三年 它底部出來了 現在是在中斷整理之後 轉折向上 這一種都是目前最熱門的 我們講過 怎麼市場 民間講的 投資在哪裡去了 都沒有量 我就發現 這一種股票量 搶搶棍啦 每次排好 你看那個量 滑通的量 金寶的量 不是沒有量 只是你挑到對的標的 人是有興趣的 OK 所以待會持續 跟大家做功課 市場大家聚焦的 所在在哪裡 你怎麼捨得轉台呢 馬上回來 世界教我們要成為領導者 就忘了教我們 怎麼把世界變好 那就成為一種改變吧 用熱情調和勇氣 把冷漠變成滑水 It's a good time It's a good place It's a good place Let's live 勢在改變 勢高力達 源於傳統的古法按摩手技 量身定做的按摩路徑 強力深層揉捏技法 強勁推進模式 台灣製造品質可靠 Kimoji 複集 不說廢話 只講重點 InFocus重點級 金屬邊框 璀璨美背 高畫質螢幕 極速標網 重點級InFocus M810 重點上市 就等你了 小孩來了 什麼你怎麼嗨 小漢安心呀一起嗨嗎 快來參加買腳瓶丑大獎 爸的工作就是 他晚上通常都是 七點多就出門了 回家的時間就是 早上八點多 那我們在這段時間裡面 要完成什麼事情 就是完成 整修完 卧室還有那個 卧室還有那個 有誰走到風聲嗎 都沒講 就保命 真的保命 好 OK 好 好安 早安 爸爸睡覺都是早上八點 所以很自然地把太陽 都當月亮 月亮就當太陽 女人早 玩玩 玩玩玩 對 玩玩玩玩 玩樂 玩玩用 好 回到節目現場 那我們來看看台股的亮點 剛剛整個 看到iPhone 6的一個新機登場 賈波斯 我們庫克把你的iPhone變大了 對 其實我們今天可以看到 包含像韓國的媒體 甚至是有些網友 也都在刷 刷說這個iPhone沒亮點 說NFC 人家HTC也有 韓國的手機也有了 它不算是一個新玩意 但事實上大家忽略掉一點 就是Apple它的號召力 你去想想看 在iPhone出現之前 事實上市場上面 早就有智慧型手機了 10年前早就有iPad平板電腦 這些東西的存在了 但是為什麼直到iPhone iPad出現之後 帶起這個智慧型手機 以及平板電腦的風潮 這就是Apple它的行銷能力 跟號召力 我們被保駕了 對 所以說在iPhone推出這些的線上付款機制之後 很快的渴望去帶動到其他周邊設備 包含商店或者是這些廠商 這一塊我們台灣就有 對 類似工業電腦或者是 對 Post機那一類相關 沒有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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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卻很快去帶動這樣的一個設備的採購 而建置其整個供應鏈的產業 這個我們不可否認 就是Apple有這個功力 所以事實上如果就比較長線的角度而言 其實現階段我大概就是看好兩大的方向跟趨勢 這兩大的方向跟趨勢它是不會改變 而且我認為它勢必會發生 第一個就是在電動車這個區塊 但是這可能要三到五年才會變成產業鏈的完整成熟 第二個可能一到兩年之內就非常非常成熟的 那就是物聯網這件事情 因為你想想看它帶動起來的相關商機 而重點在於哪裡呢 重點在於說這一塊市場 台北股市裡面的這些台股的廠商 它吃得到 不會像是過去軟體獨大的時代底下的話 台灣股市裡面的廠商吃不到 但是在物聯網的時代底下 硬體設施它相形重要 所以台北股市當中會有很多包含IC設計股 網通股這些它吃得到這一塊商機了 所以很快我們來瀏覽一下有哪些股票 比如說做藍牙晶片的創結跟生科 創結現在被這個美國的晶片廠商 這個圍巾吃走了 還有包含像是網路IC的連結 亞信網通的中壘花育 或者像雲端設備的橋頂普安 都是相關的概念族群 未來如果我們有時間的話 就一檔一檔跟大家去做一個簡介 我們今天先來看到這個5272的一個生科 生科在做什麼?藍牙晶片 它是藍牙晶片最主要的一個供應廠商 那藍牙晶片用在哪裡呢?事實上大家去想像一下 在整個物聯網的世代底下的話 物品與物品之間它要怎麼樣做相連? 不可能差線啦 所以它勢必只有兩個方向